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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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aran 他好吗 assessing 给能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bastante 给我们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啥就没有人传到这里 不应该有人传到这里的吗 谢谢 完美 请大家确认身份牌 没找到呀 你用手吧 待会儿 待会儿给你找 开竞猜呀 开个什么竞猜呢 行 我给你们开个竞猜 开 行 那我开个竞猜 5号是不是淡 要不就我大叔饮料是否后面 不信 我就直接点了 然后我开个竞猜 待会儿那个我天一亮我就封盘 竞猜 我开了个竞猜是5号饮料 是不是淡 不用猜 5号没有淡 等一下 我要去投注 不行 你不可以投注 来 来 大家给5号一个视角 大家明拨面向 不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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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快点下注吧 待会儿天一亮我就封盘了 待会儿天一亮我就封盘了 好 请大家确认身份牌 天黑请闭 你想没开 没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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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点 没有视角 应该是 准备的 都大 就导致 今天 你也不可以 都把这支 有别人 这支 天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不行吧 其他的没咋太明了 就是这个五号天亮之后一直看着我 在七点你的时候也在看着我 我想听听就重点听二五十一 这十一没上景啊 二和五都 我还你抱了 那就重点听二五十一发言 如果说这是三郎上景的话 那景下再找一批 差不多 过了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二五十不好 我觉得三向好人 我觉得三向一张枪牌 脑门上写了两个字 猎人 你应该是张枪 对吧 我是张好人牌 上来点一点 刚刚那些话是属于废话 我觉得二是真的有点挂香 有点不好 我觉得十身份 六我觉得偏好人 因为我跟六日常要互名一下的 我觉得六的状态这把 像拿了张好人牌 我觉得亮神有点不好 就是别人在发言的时候一直在玩手机 我觉得不太好 我觉得二 八 九 这三张牌 我点一下 就是十这个牌 我听他发言 还行 没什么太大的毛病 我是张好人牌 过了 十二号玩家发言 预言家牌 先留下景慧留吧 景慧留 第一张留这个十号牌 第二张留这个三号牌 昨天六号金水 为什么留这个十号牌呢 你十号玩家呢 说二五十不好 那后面就没有人上景了 你二五十一不好 那后面没有人上景了 那只有我一张牌了 那我是好 我只能是预言家牌了 要不你觉得不好的人 上景是预言家的话 你能信吗 对吗 所以我这边是预言家牌 你应该点出来 你没找到 所以第一张留这个十号牌 然后这个十一号牌 接着这个十号牌的对话 我觉得十一十的话 有可能是同身份的 但是这两张牌呢 我只能选择验一张牌 我先验这张十号牌 然后验一张三号牌 大家都觉得它挂像好 但是我不觉得 它一直在找 我不知道在找什么 好吧 待会请你听发言 但是我这边是预言家牌 可能我这个预言家呢 也只能活一天 好吧 但是我重点想验一下 这张十号牌 我这边发言过了 六号金水 过 二号 你大家请发言 九号金水 然后呢 金回流呢 等一下等一下 你外面开 九号金水 景回流呢 就警下一样了 好吧 因为警下就四个人 先四 后六 好吧 为什么呢 就是妹子眼 好吧 六号也没上井 那就先六后四吧 好吗 你六号不是你十二号的金水吗 那我就先烟四 先烟六号 再烟四号 八号 还要一号没有上井 对吧 我要练两张都是金水的话呢 你们这两个位置大概出狼 对吧 那你们就出去就完了 十二号你发言的那么饱满呢 我现在呢 我刚好说十二号发言那么饱满呢 我就拿它当狼打 但是它退水了 那你们呢 后头呢 狼人没安排喊跳 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你们就来 那我井会流改一下好吧 就是我先扒 因为我说扒酒里头出狼 那时候我说那俩金水 扒酒出狼 扒给我反应特别大 那你先扒后一 好吗 这个井会流 你们后面呢 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那一张服务性的行业牌 一天给你们信息 我出局 新人过 三号那井会流 那饮料你得是个好人 对吧 为什么呢 先留井会流 先扒 然后第二手 留下十二 好吧 先扒再十二 就十二号 这张起跳的姿势 我没看懂 好吧 然后八号是我听不出来的一张牌 第一天我验了十号 十号茶杀 就是因为我跟十号玩过两三把了 每一把我都抿不出他什么身份 对吧 所以说 而且我在开牌之前 我也跟十号对话了一下 对话了一下 十号说你来抿我身份 我不用抿我直接验了你 你是我茶杀 好吧 十跟十一都保我好人 你是第一个保我的 但是你是我的茶杀 所以说你先出局 好吧 然后五号这张牌 他先说 今天要跟十号牌拉PK 那没关系 对不对 你在我这的话 这个位置 因为二号是张狼人牌 十号是张狼人牌 井上已经出了两狼了 我相信你五号张牌 大概率是张好人牌 所以先不验这张牌了 先八后十二 十二是我就说 他起跳的这个姿势 我觉得特别的奇怪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 在那个位置 你发六号一张金水牌 而且是退不 在我的视角里 退不下去水 所以说先 这张十二号牌 在第二天井会流 第一天去宴章八号牌 今天先出十 出完十以后 井下可能会改 但如果说我没有发言机会的话 就是八十二顺厌 能改的话我待会再说 好吧 过来 五号玩家请发言 五号玩家发言 五号玩家本来准备了一套发言 想先跟弹幕对对话呀 重复一下昨天的观点呀 就 昨天一堆人呢 想上来干我 对吧 就各种都明错我的身份 值得我是张狼 你看十先说 我先不战边啊 十先说了 二五十一不好 反正五不好 十一又说了 二五十不好 反正总归这个五就不好 然后昨天又把枪把我给崩了 对吧 那肯定不是我的问题 对吗 说一下对两个预言家的判定 在说两个预言家判定之前 先定一调十二号这张身份牌 十二号能是谁的狼同伴呢 二号的或者是三号的 我觉得都做不成 我觉得十二里有可能 大概是张好人牌 十二号如果是十二的狼同伴 十二干了一个全套的活 我觉得十二比二跳的好 说实话 对吧 我觉得十二比二跳的好 那二起跳 十二去退水 我觉得不应该 然后 二 那你想 十二都比二跳的好呢 三起来干嘛呢 这个十二是出来送的吗 我觉得不是 所以我这个 我把十二的牌线放下了 二三里头比呢 那我其实就有 已经有定论了 我认为你二汉跳了 就是你二不是个预言家 单从你们两个 对于十二号的视野来说呢 就有问题 都不说别的 我在这位置说多了 我觉得把狼队的空间大少了 对吗 因为我觉得有可能你发这个金水 这个九号是你的狼同伴 所以你在井下你这一票呢 一定要上给这张三号 要不然你的狼队呢 可能就拉爆了 因为我是一张猎人牌 我在这一张猎人牌 我站边这张三 我可以随便说 总归不会有人把我开死了 你只要不毒我就行了 对吗 那我先列出来 我怕吃毒 因为我在这有点刚 对吗 那十二号玩家 我保你一轮好不好 今天我们不聊十二的问题 我去站边这张三 井下呢我觉得那张一不好 为什么一不好呢 二说话的时候你皱眉头 就这个表情 三说话的时候你又皱眉头 那你是站边谁呢 我想听一 你说了吗井上那二十双狼 十号玩家 我底牌优势 PK台一定先走你 就别找我了 我跟你说说 那个二号跳渔家的时候呢 有这么几点 因为你一定站边二了 对吗 有这么几点 他呢使劲我们这边人说 我怎么怎么样 想要拉拢我们 我这票呢可能拉不到了 你去跟这个 他拉拢的其他人去打一打 没准能打 你万一是二十个狼 给六座身份的 对吗 你去跟他们打一打 我现在我觉得 反正是井下 我认为一九不好 这个八 要不你把八演了吧 好吧 我觉得这个八 如果是张好人牌 有可能抗退掉 我们就挺难受的 我不想犯这种 第一级错误 是什么的弹幕说我 低配 这就很尴尬 你知道吗 总出现这种问题 我没什么要说的 我沾边这张三号牌 过了 退水 井上玩家发言完毕 不退水的玩家请举手 依旧在井上的玩家有二号 三号 请未竞选玩家开始投票 慢举无效 3 2 1 请投票 1号 4号 9号 8号 投票给3号 6号 投票给2号 3号玩家当选井长 昨晚平安夜 请井长选择2号或4号发言 2号玩家请发言 3 这个就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好吧 我的金水呢都烦我了 对吧 那你一会儿你自己随便聊吧 我就不管你9号这张牌了 然后呢5号就是我也是老看直播的 大神这么评判我 给我位置踩的这么低 然后呢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对吧 我就是服务性的一张牌 那9号一张金水牌 你们去 如果你们要站编我 那6号一张上我票的 我在这点认6 9 现在是好人 现在没办法了对吧 然后8跟4都是给你 8 4 还有1 你们这现在 3张票里头 你们肯定是冲了老人票 也冲了好人票的对不对 我不管了 我现在呢就是 如果你们要以我的逻辑基建打 那9 6 两个好人 5号那个发言 那你把我打那么低 你都拍猎人了 我一张原家牌 我也干不动你对吧 你随便打 然后呢你12号呢 双边逻辑 这都是一张好人牌 我起码不认识12号 对吧 你们拿我当逻辑基建打 12一张好人牌 3号的话呢 你们自己看 对吧 因为我都发言的时候 我都说了12号 你爱退不对水 我拿你当狼人打 12号退水了 我这点做成了 不认识他 对吧 那我给你点出来 12一张好人牌 你5号那个发言 我干不动你 你这张灰色牌 在我这是灰色牌 但是呢 在别人面前 你这张枪牌 我不定义你 12 9 6 我现在能说出来的 是三张好人牌 你12牌 你上来你就说 我什么2 2 5 11 不好 那你自己聊 好吧 你这张牌我也不定义 底下那么多大神的 对吧 我呢是一张冤家牌 3号呢 现在呢 那你3 5 你5号那么给 3号号票 有真枪 你们就把这5号牌出了 就完了 好吧 那就是在我视野里 就是3 5两狼 3 5 12我不定义 你10 11都那么打我 我就这水平 反正我在这儿 只能现在就是找到这一匹狼 好吧 就不能说一匹狼吧 反正就是我觉得位置不太好的 就是这么几张牌 应该是这几张牌里头出狼 好吧 因为我第一个发言也确实没什么发言了 就这2吧 好吧 过了 1号玩家请发言 1号玩家发言啊 这个2发言发的什么啊 我都听不懂 真的是听不懂 对吧 你说3是跟你汉跳的那张狼人牌 那你告诉我1跟4是什么 9是你的金水牌 他上票给了一个3 对吗 那你要打狼坑的话 你应该把我14盘进去对吗 我们两个人是上给那个3号票的 你眼里完全没有 我跟1跟4号牌 你只是说我们上给了狼人票 我不懂你在聊什么 对吗 我们上给狼人 你直接在你这儿标狼打 让女巫晚上给我们拨了 不知道完了 你不在聊些什么 还是站边这个3 我跟5号玩家对话一下 就是我这人比较习惯 就是皱眉头 就是你没看我年纪不大 我这眉头很重 对吧 我就是听别人说话 我就喜欢皱眉头 这是一个习惯 好吧 然后再点评一下井上这张牌 井上这几张牌 这个12号玩家 对吗 12号玩家是一张理论上的好人牌 因为他跟2跟3都不认识 刚才5号也说过了 然后还有10号 11号 这两张牌已经是形成 就是井上已经互掐起来了 对吗 就是形成那种 就是所谓的艳一杂一 既然3号玩家给了10号一个查杀 那11号应该是一张好人牌 对吧 然后这个9号 我暂时定义不下来 对吗 是一个在我眼里的 狼人发的金水牌 我定义不了 好吧 这个7号说实话 可能配置太高了 我真的看不出来是什么 好吧 就是他的发言 我不是说听不懂 是我定义不出来他的身份 好吧 这是我现在能看到的 我1跟4 是两张上给3号票的好人牌 我是一张好人牌 4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不定义 那个9是什么 我不定义 但是那个6上给了一张狼人票 是12井上发的一张金水牌的 他上给了这个2号一张 2号唯一的一张票 我不知道那个6是个神 对吗 可能你12号玩家觉得你开拍是 抿那个6号身份好 你给他一个金水牌 但是他上了一张肥票 对吗 然后你好好聊一聊 你怎么抿的这个人 待会我要听一下6的发言 好吧 还有这个11 现在我暂认是一张好人牌 好吧 然后我主要听一下那个9号的发言 还有那个6号的发言 好吧 过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12号玩家我觉得这个金水 有可能发错了 因为我这边认2号 应该是张定狼牌了 为什么你2号是张定狼牌呢 你首先你这个预言家视角残缺 首先不说你的语气上 你说你一个预言家 对吗 你说我也没什么办法了 像话吗 就是我们这边好人要是站错队了 你说你一个预言家没办法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啊 对吧 这首先你是第一点 然后你再说你的逻辑上 你的逻辑上不是只找到一张狼牌吧 你找到一张狼牌 你一个没吃到警惠的预言家 我觉得功能实在太弱了 你说这个三号拿到警惠 一号四号重给三号 你这一四里面不出狼吗 对吗 你一个预言家不盘让我给你盘 那四号在你的警惠流里 直接冲三号一票 那四号不是狼吗 对吗 你说你一眼妹子牌 这个妹子牌不定义了吗 对吗 你二号玩家能拿起一点预言家吗 就是我这边是一张好人牌 要是你二号是一张预言家牌 那我也只能跟着三号这个狼走了 对吧 你这边感觉已经放弃我们好人了 然后呢 其次呢 我这边再盘 再盘嘛 我觉得二号跟十号应该是两张定狼牌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六号 现在我有点觉得这个六号像是长狼牌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六号精髓的时候 二号起跳的姿势是什么 二号起跳的姿势是首先没聊我 对吗 假如说他要是个预言家视野的话 会立马打我 就说我是个定狼 一开始没聊我 感觉是想把我放在后边去说 好吧 他可能知道我要退水衣 有可能是我发到他的狼堆友了 所以这个六号呢 当然这个轮丝 你得太往后盘了 对吧 但是这轮呢 我出十 我建议你去读二 我站在三那边 剩下的呢 我觉得 而且二号对井上的人的定义太模糊 就没有聊过 你这个十 这个十号 十一号 我十二号 我十二号跳冤家了吧 你这个七号 十号 十一号身份怎么定义呢 你没说 一样的牌也是井下的 你井上三张牌都是好人牌吗 然后你现在也没说 七号 十号 十一号 是什么身份 你十号被你对跳的狼人查杀了 你觉得十号是不是大概也是好人牌 对吗 也太那个那啥了 我觉得 他跳的太差 好吧 我这边呢就今天初十 晚上读二 然后我建议里边那个 八号 建议验一下八号 建议验一下一号 剩下的话 我觉得七号那个发言 还凑合 我反正没听出来 太大狼面 而且我觉得十号跟十一号有可能不共编 你说十号这个狼 发言二五十一不好 那十一说二五十不好 我觉得不像两个狼 所以我在我的逻辑上 十号这个狼人牌的话 十一号可以暂时先放 好吧 我这边是战编三号 今天要出十号都过 十一号人家请发言 景上就是都说了前面那二五十那个就是瞎聊的 就是战编三号 我觉得五十二都像是好人牌 不管五是不是枪 我觉得五像是好人牌 因为这个二起来的发言告诉我 他不去打这个五 你别告诉我你说五认张枪 那你是一个真语言家 五在墨之位 那么你如果是一张真语言家 五他是一杆枪 在你视角里他在井上认枪了 他帮一张狼在墨之位那么耗票 对吗 还把你的金水压下去 让你的金水去投给汉跳狼 那你对这张枪牌一点怨念都没有的 就是一点仇恨值都没有的 就是首先你不去怀疑他的身份 且不说你还要对这张牌这么宽容 我觉得不好好吗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语言家的心态 而且这个一也告诉我 这个五像是好人牌 这个五在井上也去打了张一 那一没有去反手打了张五 可能是因为武力一张枪 但如果我在那两个位置的话 我一定会首先去质疑这张五号的身份 就是有没有可能他是一张狼牌 在井上焊跳枪 去帮自己的狼队友拿井灰 对吗 那你是一个语言家 你这一点也要聊出这点勇气都没有 那我就不能认你是一个语言家 好吗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觉得三是个真语言家 我觉得我要站边 不是我觉得五和十二是两张好人牌 好吗 六 他敢举票给这个二 他一定有他的心奴隶是吗 好吗 你让他自己聊就可以了 好吗 也不是他的轮次 对吗 我说井上说他相当好人 只是说明面相 但面相这个东西对不对 很玄幻的 能演的 对吧 那接着再听听发言 好吗 毕竟现在他在我的 我是站边三的 他在我的视角里面是做了错事的 好吗 我再听听他的发言 因为我要站边张三 我觉得五十二都是好好人牌 好吗 我不需要听这个十怎么聊了 好吗 嗯 其实我也想 我也挺质疑张一的 因为就是一起来 你 我觉得你那个发言跟二相在认识 说这个二发言在发现什么 我觉得有点抱怨你对友跳的不好 好吗 就是我只是一点个人看法 不要皱眉头 虽然你的习惯是皱眉头 好吧 嗯 过了 十号你还请发言 十一是饮水 一三四 这个五如果有枪拍的话 那五进去 五如果没枪拍的话 那你五试枪 一三四 然后把十二放进去 七八我觉得 就暂时我还 我排不到七八了 好吧 七我觉得至少井上发过言 我听你发言还可以 我井上没有了解张牌 把我一开始抿面向觉得还凑合 你是我的饮水 我井上说二五十一 二五是我抿的牌 对吗 你十一号牌是我旧的牌 我踩你一脚 躲个刀 听到你发言二五十不好 我立马就笑了 就是听到我的饮水 在我的前面 说如何如何 争原家做不成原家 然后 如何如何要站边三 然后踩我 然后 后面一个精水 给狼上票 对吧 就是 就是你五号 是张枪的话 你说你身份优势 只要晚上我 只要白天我出不去 你一定开不出枪来 就是咱俩看谁厉害 对吗 就是我一次选不过 今天全票给我把这警惠撕了 想不到吧 我上女巫牌 对吗 我 我抿身份 我抿身份 可能有点问题 你反正差反正挺好 对吗 我觉得你还行 我并没有死包你三 对吗 你这时候 利用我说的这个话 来查查我 你觉得我像什么 你觉得我是名查查王什么 我是女巫 就是 除非 除非你后面队友 再跳个女巫出来 对吗 你们今天二二三 二二三里头 就我一四全拨 四聊得好 我今天就把这一拨了 这个一的发言 全部在聊 啊 你二聊的什么东西 然后要证明这个三 对吗 你十二号警上的时候 呃 为什么要把你放进去 一个是你站错边了 另外一个是你警上那个行为 五在喜 我五 我觉得五在喜 就是后面如果有枪牌 麻烦起来跳张枪 如果 就是 你们怎么拍 后面如果没有女巫跳 你们是不是还会说 啊 这个一十二十一里面有女巫 你听那一的发言说 啊 你二这么聊 是不是让女巫把我泼了 这个二这个十二的发言说 啊 今天初十晚上女巫去读二 是吗 我初了谁读二 对吧 我我会去读二吗 我一定是读三对吗 然后你 呃 呃 就一说我不想再再多说什么 好吧 我把我女巫的信用力都说说清楚了 好吗 就是 一四里选破今天死警会 兄弟你走远了 就是要么是 要么是你同伴 玩的好 跳张枪牌洗一洗 对吗 三五十二 三张狼 一四里面有好人被五给洗了 对吗 然后呃 就站错边了 那那 有枪牌拍再说 没有枪牌 你五号牌 就是你我听你发言了 你跳枪牌 那我一开始觉得你挂身份啊 我踩你一脚 看你好不好 对吗 结果你直接就跳杆枪 然后你你说二 呃 说二的 发言对十二的定义 有缺失 然后你要 你你你你把二号定义成上汉跳 汉跳 汉跳牌给这个三号票 然后你最后才说 才对着我十号说 身份优势 我我我女巫躲了半天 好不容易把这个刀转到十一身上 非要让我出来是吗 诶 就是 全票司警辉好吗 我不想说太多好吗 就是 这才叫身份优势 懂吗 过了 九号玩家请发言 你是个女巫 你打一三四三张狼人牌 那我是金水 对吗 十一是你的银水 你觉得十二是张好人吧 你觉得八面向偏好 这张六给二上票的你不能打 那你把七打死 对吗 你的视野里有没有这张七号牌呢 没有 做不成张女巫 我不是张女巫 我不去拍他 但是我相信他做不成一张女巫牌 我站边三 为什么井上头三 首先是你二号 第一点 验我的心路历程没有讲 第二点 你的视野里面 就是你如果是一张预言家牌 后置未胜两张牌 三五两张牌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是这张五号牌起来跟你对跳呢 如果你是一张预言家牌 五号如果有可能做成一张汉跳牌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去聊聊这张七 对吗 七号起身的发言是觉得五像个冤家 想站边这张五号牌 你的视野里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七 对吗 且你井上我觉得定义十二定义的太早 就是你说十二你应该还是会退水的 对吗 我觉得十二井上的那个动作 是一个完整起跳的动作 你怎么就觉得十二一定会退水 这是我站边三的理由 好吗 井下这张二号牌发言还是不好的 你的视野里完全没有一四两张牌 特别是四号这张牌 你四在你的警徽流里 你井上聊了 为什么要去把四流到警徽流 你井下这张四号牌消失了 没了 对吗 视野里还是没有这个七 然后 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对于十二的定义 认知的有点太快了 你对于十二井上井下的定义 一定就是好人牌 我不懂十二二号如果是张预言家牌 你的视野怎么能这么开阔 好吗 然后我想聊一下这张十一 就是这张十一呢 你不用紧张对吧 你井上打的 你如果站边这张三号牌 你打的二 你井上打的二五十三张牌出了两个了 对吗 如果五十张枪牌的话 那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呢 而且你站边 你想站边这个三 那你去打打这个六啊 对吗 这个六给 这个六给二上票的 你不打这个六 你说六可能有话要说 你去反身打这个一 这个一第一张起身 要把这个二拍到图里面的 对吧 你去打这个一干什么呢 不懂 好吗 不懂 而且你井上点先点二五十 后面点着点着 又变成什么二五八九了 我觉得这个十一不好 我觉得十跟十一有可能同身份 好吗 你听听吗 就是你二号牌还有一点是什么 你这一轮的发言是 你先定义五一定是个枪 就是五号 哎呀你大神怎么怎么样 你都拍我拍成这个样子 后面聊着聊着 又五又进一个狼坑了 那你觉得能做成真枪呢 如果你定义五十一张狼人牌的话 你觉得能做成真枪的是谁呢 井上只可能是这张十二号 对吗 因为往井下发了个金水 要么是井下这张六号牌投你票的 你觉得谁可能是那个枪呢 也没聊出来 我觉得二视角是残缺的 做不成张预言这样的牌 好吗 我头就铁了 我一张金水牌带队反水 出这张十号牌 晚上二号吃毒 好吗 我就站边这张三了 然后我想请后这位七聊一聊吧 因为井上发言真的听不太出来 然后六在我这应该是个定狼 好吗 因为我站边三 六基本上怎么变都没用 好吧 然后这张女巫 我不信她是个女巫 原因说的好吧 我是正好二号牌 过来 八号我娘请发言 我想就是这个十 他虽然他跳狼 他无异于等于自曝 但是他在做谁的身份 就是井上发言 他后支位还有十一 十二 二三五 他把三说像一张枪牌 三线 反手给他丢了一张茶沙 三号牌先放一放 那反手打了十一二五 那如果他底牌是一个狼 那他后支位得出他的狼队友 出狼队友 现在看来是这个二 那他把二打了 为什么不单点十二 让十二 反手回踩他一脚呢 他是个狼 他到底干什么 就是我觉得有可能 十二跟二 不是够不成狼队友 有可能能够成狼队友 在做十二的身份 因为就是你从理论上来说 十二号玩家起身 跳了个淵家 有可能是给自己狼队友 发了个金水 然后二号玩家见 觉得不合适 然后反手给好人丢了一张金水牌 就是 就是我没明白一点 是这张十号牌 锦上如果他是一张狼 他锦上后支位他在干什么 那十二如果身份偏高 那他到底在做谁的身份 他这么打二 这么打五 这么打十一 那锦上就单点他们不好 那他要倒勾吗 我没想 就是一直没想通 十 他在打的是什么格式 但是 我先说为什么上票三吧 就是 三号玩家 我觉得挺五号玩家的 因为五号玩家跳了个枪 五号玩家是好人 他说了这么一大堆 我觉得挺对的 我就上票了给他三 就是 我没想明白十如果是个狼 他跟二 锦上到底在干什么 他跳了个女巫 五我觉得这轮无异于自曝 自曝 但是他给十一发了个饮水 他又在干什么 我觉得有可能在做十一十二的身份 我觉得十一十二有可能出狼 九这个张牌大概率偏好 四 就是我觉得五跳枪 有可能锦下的狼去倒勾了 但是 有可能是锦上躲狼 我是个好人 因为我觉得前这位听发言来看 锦上出两狼 如果是三狼 大概率是十一十二日位置了 然后五是一张好人 一这张牌 发言太长时间了 忘了 九是个好人 我是个好人 七这个发言第一不了 六的话再听他聊一聊吧 还有三十秒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不了就先表泊水 锦上的操作是怎么回事 每次都是锦下解释 第一 我们两张牌的面向凝重 一张是三号牌 一张是九号牌 所以我打了个伏笔 我说九号你要吃刀了 暗示她 她是个女巫 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是个什么 所以我就扣了面具 扣了面具等到一天亮 依然看到三表情凝重 九表情凝重 我既然做了她的身份 我说她是个女巫牌 暗示大家 那我就索性跳个女巫牌 然后我说把三给泼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认三十个狼 我看她抱不抱 然后我不抱饮水 因为我没得饮水可以抱 我不是打算跟女巫正面相冲突 我不必挑拳套 所以发言过 何况我第一个位置 为什么说五号是个预言家 因为五号的时候举的最高 他如果守在场点 他能处到天花板上去了 所以就凭这个面相 我认为他是长好人牌为多 先给他做高一波身份 这就是我井上的所有心路历程 我聊明白了吧 还有疑问的 等会发微信问 好吧 我认为我觉得应该说得很清楚了 好吧 再聊场上的情况 如五号所说 十二号真的比你二号跳得好 十二号跳完之后 我甚至都认十二号是个预言家 你就是那只汉跳的狼 但是三号发万言 我认为三号发言偏紧 而且有国际跳跃的情况出现 有些地方跳了 就是说聊到这个人的时候 没有把信息聊完整 比方说十二号跟二号 是不是共边关系这个问题 五号都聊出来 你聊不出来 因为二号刚一发言 十二号就退水 凭什么 他跳的不好吗 他跳的蛮好的 那为什么二号一发言 十二号就退水呢 你就不怀疑一点点 十二号是二号的狼同伴 十二号这个狼同伴为二号退水吗 五号当然他到他这个位置 他听到你三号的发言 他说十二号应该是一张 逻辑上的双好人排 因为他既不跟二沾边也 他既不帮二的忙 也不帮三的忙 这个话是勉强说得过去的 但是你都没盘出来 在我的心里 我认你是个狼 他是预言家的 就是说从井上的发言来说 我是这么认的 然后等到井下发言的时候 二号就开始各种聊暴了 聊暴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如十二号所说 我也没办法 我只是一张服务 新行业的牌啊 你是哪个服务新行业的牌 对吗 对吗 这个游戏是需要你尊重 就如我昨天扛推猎人一样的 一个猎人牌就 出了 我是猎人 过 就这么玩这个游戏 那么我怎么分析 所以你这张牌玩的 确实不负责任 而且你找不起狼 你找不起狼 你就说找到一只狼 你连说三号是跟你汗跳的狼 的勇气都缺乏 所以这是打你的一个原因 但是回过头来说 我们说玩游戏 还是要玩一个逻辑 三号这张牌的面高 是因为五号这张牌 跳一张枪牌站他的边 对吗 但是毕竟有一张十号牌 跳女巫说被查杀了 不能无视 号三十秒 我要求点张严实卡 九号 你不能够完全无视 你就直接不认十号是个女巫 不至于好不好 不至于这种言发起来 还是有形成有种冲动 虽然我不清楚 你现在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如果三号是个狼 你就必须是个铁好人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言发 得过于冲动了 是这样的 一 十二 十一三张牌 我没有看出一张牌来 对五号有敌意 也就是说 这三张牌没有 一张牌认为 他们是一张猎人牌 我不是一张猎人牌 那么这张猎人牌要站三号的边 猎人带队 女巫 女巫被查杀 那我们看五号怎么聊 对吗 看五号怎么聊 五号是坚持带队 还是他有判断 他是不是一个猎人 只有他自己知道 对吗 那我们听五号怎么聊这个问题 如果是 如果说 今天一定要出十号这张牌 发言时间到 六号玩家请发言 并没有严实卡好吧 然后我这边说一下 为什么上了匪票 对吧 我这边景夏听完二聊 需要站面这张三号牌了 首先十二号 那个位置起身 给我六号发了一张金水牌 我六号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这个二 对十二的敌意不大 这个二没有疯狂去聊这个十二 至少在景上 我看他发言来说 我自己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十二金水摸对了 二对十二敌意不大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而且三那个位置起来 就是我可能对你三号 期望值比较高 我昨天景夏冤家发言 并不是特别好 我甚至不太记得 你第一张景会留了 我只记得你第二张 去留了一张十二号牌 而且确实如同刚才七号所说 你景夏发言 挑冤家发言 你是有跳跃问题 好吧那我这轮沾边更清晰了 我是一张女巫牌 八号银水 八号银水 你景会留自己 再想一想吧 就是我这边是一张女巫牌 没有问题 然后景夏的话 一四 我八 八是我银水 我是一张女巫牌 一四两张牌 对吧 两张牌都去举票那张三号牌 有一张什么牌 盗购狼人牌 对吧 我觉得是要至少出一张盗购狼人牌 要不你给我盘四郎上景格式 对吗 嗯 我觉得都聊到这差不多 没有什么重点可以聊了 对吧 我是一张女巫牌 为什么上票给二也说清楚了 就是二那个位置在我看来 不像一张汗跳狼人牌 汗跳狼人牌十二金水发对了 对吗 去打这张十二号牌啊 揍都不揍的 轻描淡写的聊了一下十二号就退水了 这张十二号牌是一张什么牌 我不知道 对有没有可能是一张狼人牌上景来 去做点什么事情 然后或者说十二是有一个不汗跳光环的 不过我觉得十二跟二大概是不认识的 就是二那个位置跟十二应该不熟 二应该是第一天来的 对吗 他知道十二 他不知道十二是像不汗跳的狼队友牌 那么十二跳成这样起来 跳了一个拳套 二还要起来跳吗 我觉得不会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十二大概是像罗绩这样的好人牌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而且没有给三好点 就是你第二张几个时候去留这个十二 我不满意 对吧 我不满意 就你这样愿人家的事业里你不盘 为什么这个十二号前之为起跳什么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的视角跟你一张 原家视角不太一样 但是景下这个二聊的实在太差了 且这个十号你接了一张三号的茶沙 你给我跳一张女巫牌对吗 今天肯定是出这张十号牌 然后我晚上会去读这张二号牌 然后我是一张女巫牌 为什么干这么说事说了 然后这个十一就很奇怪了 对吧 这个十一不太敢去打我六 这个一在我看来像一张好人牌 就这个一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十一就一跟我说 他觉得我是一张定狼牌 然后他说他上票的理由 包括他去打张十二 因为状态整体像一张好人牌 但这个十一对我 他看着我 然后觉得我好像知道些什么 对吗 这个十一的视野在我看来 是稍微有一点怪的 好吧 我这边就这么多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有个小问题啊 二号十号那么开心干嘛呢 六号玩家发言 不能说六号玩家长得漂亮 你们俩就笑了 不是 如果我是你那个位置 我一定笑不出来 哎 兄弟你挑一个女巫 真的啊 就把唯一一张 占你狼队友编的牌 赶过去 人碰巧是张女巫 哎不是 你这样说 你换一张女巫呢 你可能还能 我就说可能还能再变一变 但是如果是六号起跳 你是没有空间的 就今天你得出局 因为他是占你兄弟那张 你怎么能说他是张狼 才给你给真一远家上票 全场唯一给真一远上票的一张狼 跟你汉挑了一张女巫 原因是因为 对吧 然后所以 哎不是 你不要这么看着我 刚才九号玩家也这么看着我 就是 我真的觉得酒不好 因为 你是第一个人说 把这个说十号玩家 呃 后面有个女巫 三天初十 晚上二号吃毒 这是九号嘴里说出来的吧 我觉得你知道信息 那六号发现的时候 你有什么吃惊的呢 六号挑个女巫 你 你一个很懵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你都已经觉得 十号玩家发言不好 来不是十号玩家 十一号不能是你的饮水 十一号说的什么 十一号说 拍了一下桌子 你说 哎你要报了 哎那是你的饮水啊 你要报了 这个是你警察的发言 哎我不信的好吗 就你换一个 你比如说你最代表说 我五号迟到了 对吧 你说这个 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 这个比较比较幸福 你说十一号也是饮水 今天我把蛇出了 我市长枪牌 没关系 哎不知道为什么 狼刀为什么会刀你呢 你有什么可以值得可刀的呢 不是 不是兄弟 我 我维持原判啊 就是在我这个位置 呃 我认为十和十一不认识 原因仅上他们两次对话 一次是 你是不是要自报了 一次是十一反过来去跟他做做 我觉得十一十大概不认识 其这个位置呢 呃 我回来再说好不好 现在今天不到他 你说你无法让这个事情解决了 对吧 要不然你就去把那个 我没听到四的发言 因为我觉得一不好 十二我这边这种人可以 九有不好的点 八有不好的点 四我不知道 所以你要不然就选择性的把这张八验了 因为我怕这个人自刀 我不知道啊 要不然你就是在一四里选验 一十一选验也可以好吗 一九选验也可以 你去验谁都没关系 反正多定一张身份牌 但是这个虽然我觉得你无是真的 饮水是真的 但是这个人 他他他他用了两分半的时间想 十这么做做是为什么 我觉得他跟九一样都吃身份量 吃吃信息 稍微吃一点 因为我在我位置我去听十 我想的就是十十一不认识 你不可能救了十一 你一定是一张汉跳的女巫 因为你对于我的态度 跟二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你比他好一些 但是憎恨值不够 我是一张你应该恨死的牌 还有三十秒 够了足够了足够了 那今天我今天我们把十出了 晚上一定是双死 好吗 对吧 真讨厌 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四号玩家请发言 那这个游戏跟着一张猎人拍走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就是聊十二 就是聊二号 玩家做不成冤家的点 就是十二号 玩家在那位置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就是 就是十二号退水了 你理都不理他 你不去定义 他是个什么牌的 你直接就留井下 你说 咽六四 那你一号八号两张牌走远了 就是你明确的知道 井下是有两张狼人牌的吗 你说六四都是金水 那你一八两张牌 你们走远了 就你盯了场 那井上有两张狼人牌 那前志位发过言的那张牌 你觉得像狼人牌 因为九号你的金水在井下 前志位你觉得谁像狼 没有人提到冤家 你不去留一张井灰流吗 那后志位还剩两张牌 你觉得谁要跟你汗跳了 就这些都不聊的 不说了 刚来怎么一通这么怼人家 我不说了 我沾边张三号牌 那我找找狼吧 九号那个位置我不好定义 就是金水反水 应该认一个好身份 但他反应太快了 十号玩家其实吧 状态挺好的 九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马上就说 你十号肯定不是一个女物牌 不好定义 毕竟金水反水 你身份 虽然是一个狼人牌 可怕金水 但身份还行 先不盘到你那儿 我觉得 如果说 一定要派井下出狼 那我这个位置 必须把一号牌给打死了 因为我说是一张好人牌 六女窝 八银水 然后九号是一个反水的 那我这个位置 打一张一号牌 为什么呢 一号牌 拿一张好人牌 是要上井的 这次在井下 井都不敢上 五号猎人打了你 你都不敢 自己表一表水 就说二号 增成游业家 就滑好水就过了 包括全场都在打一张一号牌 所以在我眼里 不管是从行为上 还是从位置上 我觉得一号 人家得试一张老人牌 我觉得一二双狼 还想聊一下这张七号牌 七号牌 十号人家自爆 直接进入黑夜 太厉害了 天黑请闭 天黑请闭 这次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说我不是说不去定义那个五号牌 对吗 五号在井上那个墨之位 强势帮那个三号号了一波票 它是打我 它打我的原因是什么 是说我在听到二号和三号发言的时候 我是皱眉 我也跟它解释了 我为什么去皱这个眉 井上不是那个五在打我这个一号牌 好吗 这是为什么我起身地发言 我对这个五没有敌意 它既然是个枪 我底牌是个普通村民 我对它为什么要有敌意 对吗 如果说我是一杆枪 我直接起来打死这个五 对吗 我是一个普通村民 我为什么要对一个井上已经跳过 墨之位跳过枪的人有敌意 但凡后之位有枪 它会拍死这个五 对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它打我的点 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它说我是皱眉头这个事 我皱眉头 我已经说过 这是我一个习惯问题 我习惯问题 你拿这个点来打我 那我就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就是这样 刚才我不是让你们看到没有 这一圈的反应 我一直在皱着眉头 对吗 就是你十二打了我 我认你十二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那这个十一 我之前我说的是十跟十一 是存在焉一杂一的关系的情况下 对吗 现在这个十给了这个十一 一个银水牌 然后这个十一打了这个十 然后这一轮不去聊这个十了 我十一我这轮我不能保了 为什么 我觉得十是不是有可能 再给你十一做身份 对吗 这个九号上一轮的发言 我说实话没有听特别明白 对吗 真的是没有特别明白 上一轮我点了这个八号的一张牌 对吧 它是为什么我没有说 特别点这个八号牌 这个八号牌是一张 从始至终我没听过发言的牌 而且我这个位置 跟那个八号的位置是最远的 我也抿不到它什么 对吗 然后这个全场 我昨天我全场都有说过 对吗 我除了这个四号牌 我没有聊 一句话没有聊的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成为你们眼中的一张狼人牌了 我是一张 底牌是一张普通村民牌 好吗 刚才你六号是个女巫牌 你把这个二号给破了 十号是跟你对跳女巫的那个人 它是个狼人牌 这个二是个狼人牌 那我觉得十一不好 十二是景上身份 我觉得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张牌 好吗 这是我是一张狼人牌 十一身份我定义不了 那八号是什么 我不知道 好吧 我觉得八号有可能是一张狼人牌 因为我底牌是一张普通村民牌 除了排一排坑 你八九要出一张狼人牌 我不知道这二给这个九 发这个金水牌 是不是它在互作身份了 那我觉得你八九里出一张狼人牌 就是出一张狼人牌 一张狼人牌 你七号的身份 你上一轮 包括你井上的行为 和你井下的那轮标水 还有你之后的发言 我觉得你是一张狼人牌 六是个女巫 你五是敢敲 那我是一张村民牌 那十一是个狼 好吧 过了 我该说的 已经能说的就这么多了 好吧 过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十二号玩家发言 就是现在盘井上的格局 现在就盘现在的格局 就是四号金水 五号猎人 六号是一个战错队的女巫 在井上对吗 是最急而丢人的 然后我在这边是一张好人牌 我觉得井上的话 十一跟十构不长狼 都有关系 所以的话 现在的结论就是 七八九一里边 四个人出两张狼牌 对吧 然后我现在得到的一个结果是呢 这个二号玩家 井下是没有得到自己的狼队友票的 对吗 一号 九号 就是说我说四号 就不说二是金水牌 对吗 一号 九号 我觉得是会出道戈的 但是呢 我这一轮想重点说的呢 是七号 就七号呢 是上一场唯一一个 要盘逻辑 想战二队的一个人 对吧 我记得没错 而且但是我不知道 八号上轮说的什么 九号是金水反水了 这一点呢 我现在还没听到发言 不好找 就是八号这个玩家呢 说的话我真是听不太懂 他说的话说呢 是十号这样做 是做我十二号身份 就是我觉得你要来打我十号这张牌 虽然你是一张迎水牌 但是我觉得你翻的山太多 好吧 但是我还是在这一轮呢 想说七号 就是七号的话 上一轮还是想人二的 说了一遍 说三号的思维跳跃 并且呢 但是最后的结论是想出这个二号牌的 但是呢 他想往三号那边白的意思 我就知道七号这一种 就是听七号说 就是七号说身份吧 我觉得这一轮我想走七号 我这边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一号的 刚才的发言漏洞是什么呢 一号刚才发言漏洞 是上一轮我打过一号 上一轮我没有说到一号一句话 对吗 我上一轮没有说到一号一句话 但是呢 这边把他打死的话 不太好 好吧 但是呢 我说了 就是说死了吧 七八九一里边 出一狼 剩下里面没狼 等于就是我保十一号这张牌 而且呢 五号上一轮 是我先保的十一号牌 然后五号才觉得 十一号牌是好身份的 对吧 所以我的 做的好事就是呢 我觉得十一号身份好 并且呢 我觉得的话 上一轮我也站对边了 这一轮的话 我竟然一直在七八九一里边出 但是从刚才那个地景辉 那个行为 我觉得毫不由于递给四号 我觉得四号就是金水牌了 就没验八号 但是我觉得八号你发言很奇怪 我建议这一轮是 八号要是自刀狼的话 可以先放一放 可以是在七九一里边出 好吧 我这边的观点就这样 好吧 我这边 我是普通村民牌 我这边牌身份 我过了 十一号你再请发言 我不相信亮神自刀 我觉得七九一里面出两狼 这个十二 我这一轮又想把它排进去了 因为你保了我这张牌 你应该把这个一打死 一他的发言 大批文符的时间是来踩我的 我觉得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因为猎人在昨天的发言 是说十和十一不认识的 你昨天的发言也是保过我的 对吗 那你首先进你视角的牌 应该是七和九 对吗 这个七这张牌 虽然说他金水反水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反水 是五让他反水的 五在井上给他那么大的压力 让他举一票三 然后这个十认完女巫之后 这个九还是依然的去反水 我觉得这都挺奇怪的 就是你一定打不动我这张牌了 你打我这张牌之前 先想想怎么打打十二 怎么打打一 你就不要来打我这张牌了 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三张 七九一里面 这三张牌出张身份牌的话 这个游戏很简单 我不相信亮神自刀 我想一下 这个十留一手 十和二 然后再加一个亮神的狼队 会让亮神自刀吗 我觉得不像 好吗 我觉得我不相信亮神自刀 因为我也不想盘他 好吗 这三张牌 我觉得逻辑关系上 这个一 首先我觉得他视角不对 来打我这张牌 且 就是 这个十 这个十二虽然保了我 但你 你对一的敌意 明显 明显比这个七要小 我觉得一 怎么要盘到七后面 一怎么要盘到七前面 因为 我觉得一向个狼 七九里面出一狼 好吧 这个十二 我现在又不得 有点不得干不好他了 但是一定不是这个轮次的 好吗 我觉得总归这几张牌里面 听一听 我觉得 有张身份牌的话 这个游戏还蛮好赢的 好吗 我是张普通村民牌 好吧 过了 九号玩家请发言 是张平民牌 先解释上来的那个视角的问题 首先我是 在十号跳了女巫之后 她去打的牌是 一三四三张牌 就是她只打了三张牌 那你告诉我 她是个女巫 她最后一张狼在哪呢 她只能去打这个七 她没去打这个七 那么这是我说 视角不对的问题 而且我说了 就是井上井下 我点了二发言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认识 三号是张预言家牌的情况下 我肯定去打这个十 就没有说 我什么是不是女巫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我视角过于清晰 你们觉得 我不是张女巫牌 我凭什么去打这个十 那原因告诉你们了 逻辑告诉你们了 我不是平白无故 去打这个十 对吗 因为我的逻辑基点 一定是定于 三号是张真预言家的情况下 那我站她边 我一定去打这个十 不管她跳什么 她跳个枪 我都去打她 好吧 然后我再去说 这个一跟十一的问题 就是十二应该是 全场认下来的 一张好人牌了 就是为什么上一轮 去打这个十一 你站边三 你不去打这个六 你去打这个一 我觉得你行为不太好 对吗 你上一轮是有一点点 给我的感觉是 有一点点想 按保这个六的感觉 所以我去打了你十一 但是这一轮十一的发言呢 十二起身去保了她 她反手不想认这个十二了 她反而不想去认这个十二了 我觉得十一 如果是张狼人牌的话 有张牌 全场公认的好人牌保她 我觉得她开心还来不及 她还敢反手去打这个十二 我觉得这个心态 可能不像个狼 就不太像个狼 那你说一十一里面 出一张狼的话 可能偏向这张一号牌 偏向这张一号牌 一号牌 这轮起身 一直在先去给全场解释 为什么不去踩这个五 对吗 就是你觉得十一是张定狼 对吧 你的大篇幅觉得十一是个定狼 你觉得七八九里面 开一张狼 那你也没有去盘 七八九里面那张狼人牌在哪 无所谓 反正这张七号牌呢 我段位不够 我评价不了好吗 交给五号去定义了 五号是全场认的好人牌 对吗 这个七我不去管了 我这轮 因为我觉得十一这轮的心态 做不成一张狼了 一张全场攻认的好人牌 去保她 她敢反手去打这个十二的 对吗 我觉得十一这个心态拿不起一张狼人牌 那我这轮可能偏向去出一 好吧 就是出了一 出了一之后 如果还剩一张狼的话 七八里面开一张吧 我是一张平民牌 就是十二这张牌 全场认下来 那就认下来 我其实是不太理解 你一张平民牌 为什么敢去往井下发金水 那无所谓 全场认他好人 那我认他好人 好吗 且这张十一这个心态 我觉得它是一张好人 就是我觉得十一十二 一定不可能是见面的牌 一定不可能是见面的牌 就是十二这张牌 你们都认下来 那我认下来 我其实是不太理解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能敢去往 他一张平民牌 敢去往井下发金水 然后这张二号牌 跟他的对话就是 你是个好人 我不信你是那张 跟我汗跳的 你退水吧 然后这张十二就乖乖就退水了 就是有没有可能二十二认识 你们去想一想 好吗 你们去想一想 我是想不出来 你们全场认他好人 OK 那我认他好人 好吗 那最后一张狼人牌出了一 如果不结束的话 那七八里面开一张 好吧 这张七的身份 交给你五号去定义 这张八的身份 交给你女巫去定义 好吗 我就不管了 我是张平民牌 过了 八号人家请发言 一二九十了 那我觉得这个九 你为什么是狼 第一点 你全篇幅 大篇幅 在聊十一十二的问题 你不聊这张一号牌 哪里是狼 那你说了 就是只留了一个结论 你觉得十一不是狼 那一是狼 那你就说那十二 有可能是二跟十二出狼 但是你们都觉得十二不是狼 那我就 我跟你们放一放 就是你这个逻辑问题 你就已经是暴狼了 就是你不聊一 就是一是打你八九 他保七保十二 他打十一八 他说我八是一张自刀牌 那他说八九出狼 那你起码反手回击一下 对吗 他是保了七的 他把这张七号牌保了的 那你说七八出狼 那你说七八锦上聊天 为什么出狼 所以说你九 先走一 一定没问题 就是一号玩家 得出局了 因为第一点 就是你锦上 你把这张十一号牌摁死了 你十一号牌 你摁死的前提下 它是有五号一张枪牌保的 五号枪牌说十跟十一 大概率不见面 那你就得盘十跟十一 为什么见面 他们俩为什么是双狼 那你已经说不出来 那你就得出局啊 对吗 那你保十二 保七 那你说不出来 十跟十一 为什么是双狼 那你就得出局 好吗 就是这是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是 你九号玩家大篇幅 要想拿十二号玩家 做扛推 这是你全场在聊 十一十二的点 所以说你也要出去 那这张七号牌 那就可能先放一放 我是个好人 那我锦上发言 我说十条女巫 无异于自爆 那我是一张自刀狼 我站边真原家 我要怼我狼队友出去 那我觉得这样玩狼 就是狼人一身一起走 谁去刀钩 谁是狗 好吗 就是我是个好人 就是我觉得 我是个好人 我是个好人 好吧 今天先把一弄 我觉得一号玩家 你可能真的 你把七宝了 把十二宝了 打十一 你讲不出来 十跟十一 为什么是双狼 你就出局吧 我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好 接着先表水 我上台确实发了那一年 我说三号的发言不好 在我心目里 他像狼 但是呢 我一直说了 二号呢 基本上是聊暴式的发言 二号基本就已经聊暴了 然后十号的那个发言 我说他跳个女巫 你尊重这个游戏 毕竟场上 目前只有他一个人跳女巫 他的状态又比幕上很差的情况下 不可能就马上就不认他是个女巫 不可能的 那个游戏怎么这么打呢 是吗 不可能的 也没有人吃刀 也没有人 没着身份离场 你凭什么就不认他是个女巫呢 所以这就是九 有狼面的地方 九有狼面的地方 十一呢 我认为无论如何 不是这轮的轮次 所以十一这张牌我放下了 四号金水 五号枪牌 六号女巫 我一张好人牌 八号一张银水牌 自刀的所谓可能性 我也放下了 那么只在三张牌里面选 一 十二和九 一 十二和九的牌序是这样的 九大于一 一大于十二 十二唯一做成狼的可能性在哪呢 就是在于二号那轮井下发言 强调十二是张好人牌 引起我很大的反感 他画了大量的篇幅 二号那个玩家 其实他的预言家井下发言 就基本上已经聊暴 但是他画了大量的篇幅 定义十二号 是一张好人牌 这一点引起了我比较大的反感 但是不管怎么样 说了十二号没有必要那么做作 就算他跟二号是狼同伴 二号开始起跳 十二号就下去 所以十二号应该排在这三个人的最末 那么也就是无论如何 十一和九的轮次 一的狼面是聊得不好 视野不开阔 他都没有打过十二号是个狼 你刚刚这轮的发言 你情愿排 你情愿排十一跟八 排一张自刀排 排一张跟十一号 一张十一号跟十号在井上 就已经极其做作的排 进狼坑 你都没有聊过十二号这张牌 但是十二号很从容的 打你就是长狼牌 对吗 所以无论如何是一九的轮次 一九的两个人来说呢 我认为九大于一的原因 就在于那一点 你反的反的太快 因为作为一张好人牌的视野里 毕竟只有一张牌跳女巫 而且一张被查杀的牌跳女巫 这在场上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你直接就站边 也许你段位可以 也许你分析得到位 但是我说了 我还是很尊重 最开始的一些逻辑 我开始就免你挂象 我就免三号跟你两个人挂象 好吧 所以你在我的心目当中的狼 狼坑没有那么容易爬出来 我建议一九里面出 我建议一九里面出 我比较倾向初一好 好吧 多一点六四吧 百分之六十初一 百分之四十初九 如果这个游戏啊 我最后花一点点时间 喊别人别看手机 你别看手机吧 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局 就是三号市场狼牌 查杀了十号狼童漫 十号狼童漫自爆 引着女巫去读掉了 二号一张真预言家牌 且五号战脱队 二号还能聊暴 好多巧合加在一起 这会是经典的一局 但是这么多巧合的概率太 对 还有三十秒 但是这个概率真的太低了 所有的巧合要凑齐 所有的巧合要凑齐 好吧 我发言过了 六号人家请发言 就是这个七啊 前面百分之八十 我都觉得像一张好人牌了 但是我跟你轮次不一样 我想先出这张九 再出这张一 最后扔这张七 对吧 就是四名三神 打两张狼人牌 容错率大得很 这张十二十一 我都想放下 而且我不想盘我的引水自刀 今天晚上我中刀 你们再去跟我说 这个我引水自刀的事情 我听着心里很难受 对吧 这张十一为什么保下了呢 这张十一 他起来打的位置 他说一打他 他没有去把这个一打死 他不像一张狼人牌 想打钱之位的心态 而且这张十二算身份 比较高的一张牌了 他就保证十一他不认 而且他还不想去盘一张八字刀 那他十一就把这个能出的圈子压缩到很小了 所以我觉得十一不是一张狼人心态 再说你这张九 打的位置完全不对对吗 你这张七可以打 八可以打 一可以打 但是我觉得你那个位置去打张十一不对 就是你打十二无所谓对吗 就是十二这个人确实是讨厌 你打他没关系 但是你其他位置打的我觉得不好 而且你九就最最简单的一点吧 就是锦上 锦上这张五号牌跳了一张猎人牌 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觉得他说出来狼队生存空间就很小了 就证明这张五号一张枪牌 他觉得你九号牌挂箱不好 他觉得这个二相是给狼队友发了一张金水牌 他说看你九怎么去投票 你九如果说投票投的不对 那你九直接进到了一张狼人牌 就是算九上狼人牌 他的压力已经给很大了 千里九那个位置 就是十跳女巫的时候 我全程都很认真的在听 我觉得十那个女巫聊的 跳的确实是挺好的 在我身上里 你一丝犹豫都没有 你也没有说什么后职位 也没有女巫 或者说前职位 谁能做成女巫 你都没有去想 就直接去打这张十号牌 然后我上一轮去打了这张 打了这张十一保 这张一 然后我就是想听 他们下轮怎么过聊 对吗 他十一在我看来是让好人牌 一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是要比我好一点 就首先一起来解释了半天 对吗 而且 一号玩家自爆 哎呦这游戏 狼队选择交牌 游戏结束 平民获胜 本局游戏狼人分别为 一号 二号 九号 十号 女巫为六号 远家为三号 猎人为五号 白痴为四号 平民分别为 七号 八号 十一号 十二号 本局游戏狼人首刀了八号平民 被女巫救起 远家第一天验了十号 查杀 然后第一个白天 十号玩家自爆 晚上刀了三号 远家 女巫当晚读掉二号 一张狼人牌 第二个白天 狼队没有生存空间 选择了交牌 一张狼人 几张狼人 一张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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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局游戏五号 玩家是个猎人 不是蛋 我现在把那个 敬猜给开了 是不是蛋 不是蛋 压了五百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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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玩了吗 去哪 那个 埃波拉 去了 怎么样 还行 你去了吗 你的 这都 这都 不再去 是我 是我 那他在这儿哪里见 我每次都坐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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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有毒啊 你怎么出 对 那个人也有毒啊 紧张四毛就点齐了 来 没有啊 你们 我们不太明显 二二平 对 真是是强 不是强 我只能说你九万块钱 我没看来电话 雷刀是这样的 二三 你这样二不见你 二不见你 二不见你 我跟他说我个人要网 别不看 不是 我问你 我问你 那天五号 如果你撒个盒子 二二会 二五双四 二五双四 你不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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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神圣殿 你神圣殿 神圣殿 不是发现 一发现的问题 一一 我跟你说 这个人跳舞 你才抱着呢 如果你大部分就这样 抱着呢 他如果跳完舞 挺下去 你让他一死 不是他 不是他说了 不是 就还有 有时候我们很高明 我想的是 不操事 你让他回 你那天大概就验到一斤尺 我觉得这个牛肉可以 到我这 到我这也是 五十三点 他如果验到四十斤尺 一手起飞 井下推 微毛中吧 井下出牢井下推 牛屋斤尺 一九匹区 来你的枪 这个人一小一匹 八号还是个银水 不是 井上的银水 我小时候他还在装上就是什么 我们先到银水 谢谢大方 如果到我这发现我 没有人会 对 银水是井下 出牢井下推 没有人排狼山来狼 狼犯牛的马 没有 到我这我爬过道 白痴呢 那一定是白痴 对 你不存在 到我这如果就发现 那你吃个白痴 那你吃个白痴 到井下白痴 吃个白痴 所以站在我们谈的地方 哎呀 我是觉得你们四连神 四连神 我是个蛋 不是个蛋 让你装饮料 是不是要的 我们让他发现好一点 好紧张啊 这个发言 好紧张 没有 因为我说十二 你注意到 比如说十二跟二号 有可能把银水 所以我就说他第二个银水 但是我说 那我们第二个银水 聊到十二号 对 二号是确实 二号你真的还不入十二号 两号 你确实不入十二号 你确实不入十二号 我真的 对 我就找到几张 几张表情做做的台 一个一个几个 二秒都是什么 谁干啥 三秒都是什么 更干啥 一不点的是什么 他就知道了 没理解 不是我还想大主力跳的时候 我都想二主力跳 一定跳多了 十二吗 一个二して 第二 二呢 十二 十二 我都没想到这个一点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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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体 besteht 我们就在彩慢 当时我们有这个 对啊 12 12 他这个也不 Leonard 一心 你是刚刚好看 而且你也做醉 这不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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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都是不好 一样子 就是让我打结婚 所以我保的就不可以了 四G 四G el-on 游戏 只能是坑位上的一样玩的 那是没问题 四G el-on 至少先起庇力量 然后再去上阁 对吧 至少 你能把人抢啊 十一线到下 没有 请下的文字 1469一共四张牌 这个是女巫字 这个是19 咱们四个人的办法 像是8 19先出下来 我不是第一 不是上我 一升低诚 你们俩 我没人下来 我带着这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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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戏错过 我在这游戏 我在这游戏 我希望就帮你尝尝 我写的项目好 这是我的大头 我就知道 我跳没人 6号 我持 logr所打 6号 上次座 打 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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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按照片